把美好活在日常 说的 的确 当我们第一次到巴黎的时候 我们恨不透 把巴黎所有的地方 我都要去玩过 而且我一定要告诉别人家说 我是有的 然后呢 再用这些跟我们讲了 我们旅游是跟观光的地方 是隔离的 我们好像穿了一个太空衣 其实我们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在旅行社 帮我们包装的 好好的 帮我们的整个是一个 所谓的整个行程 跟当地是疏离的 你没有那种 所谓清静的部分 但是现在的旅行 就是一日常行的 就是像刚刚他们两位所说的 我到菜市场去 我记得我们前年 好像是前年 因为广岛 这个七十周年我们去 我就发觉到 我们去那个道之义 去市场 那我就觉得 那个董事长很好玩 他竟然在市场就买东西了 买牛肉 我说你买牛肉干嘛 我们是跟团的 你买了这牛肉 我们能干嘛呢 后来我们没有想到 他看得行 他看得很仔细 晚上我们要做烧烤 他就顿时拿出了 他在中午 买了所有东西的食材 我们就在晚上的 那个让旅行社 整个也傻眼说 你们这些人 真的是会懂得旅游 你们竟然是买当地的一些 这些很好吃的牛肉 然后当时做烧烤 他说我们提供的食材 没有像你们这么的丰盛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主题故事很强 跟当地的融合 所以这个纯消费的DIY型了 这就是新的旅行的方式 所以这样旅游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詹先生 跟这个艳然小姐讲的 是独一无二的生活 我相信这样的旅游生活 会回到我们的主题 把美好的生活 活在你的日常当中 所以基本上来讲 现在旅游已经是 我们常讲的 就是慢食 不是慢慢吃 是你要了解当地的生活 我记得有一个人说 他到泰国去了一家 我不晓得泰国还是哪 去了一个米其林餐厅 他就觉得说 这好像跟法国的米其林餐厅 没有感觉那么好 可是其实后来他错了 有人跟他讲 因为你没有到当地的去体验 这一个米其林师傅 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他把当地的食材 把当地的东西 重新用了这种所谓 像刚刚詹先生所说的 他用了烹调的手法改变了它 像我们都知道 我们学校有这一个江振臣 这个我们的住校的厨艺大师 那在大直呢 大家也都知道 有这样一个餐厅 他把这个茶 放进了这个苏打打进去 这在我们尝的 我们的台湾的这种茶饮料 是很多的对不对 可是你没有想到 把这种苏打跟茶 融合在一起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他是用了当地的素材 可是他用了一种所谓的 他们本身的厨艺的 一种所谓的厨艺的方式 去做整合 所以刚刚詹先生提到的 就是一个米饭 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 跟全世界各国是不同的做法 所以大家看到 乐活 慢食 慢游 甚至现在的green tour 就是所谓的 这个很环保的东西 所以呢 旅游的心是什么 旅游到底为了什么呢 我们今天谈的旅的日常 到底我们今天 请两位大师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所谓的旅游达人 跟我们讲 我们的旅游 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活 更为美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些是不是用金钱换算的 很多人过去都说 我要去百万旅游 我要去环游世界 我今天花了三百万 我要去坐顶级游轮 但是你忘记一件事情 这些无限的景致 在地的生活 还有真诚的热情 有些是要有温度的 要有味道的 所以我现在常常讲说 去住个旅馆 号称为是一个 七星级也好 六星级也好 如果是一个冰冷的 只是一个 很豪华 很奢华的 但是没有人情味 这样子的话 你到哪一家都一样的 像我自己现在 目前在推台湾的民宿 那我们常常讲 他们的民宿 如果只是卖空间 那就不是了 是要卖在地的文化的部分 然后让你会有怀念 会有价值 会有幸福的 甚至像两位都一样 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刚刚叶燃小姐讲的 让我们很感动 就是她刚刚提到说 她去美国的舅舅家 看到干湿分离的 这个卫浴设备 跟这个开放式的厨房 中导式的厨房 其实我也是一样 我第一次到一个 美国朋友家里面 我看到他们的 这个卫浴设备的时候 尤其是看到 它的那个 整个是下面都是地毯的时候 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整个他们的 那个所谓的 这个洗脸台 都是干净的 原来他们洗完之后 还会把它擦干 那整个空气当中 当然他们比台湾 是比较潮湿 是不一样的 可是那整个习惯 尤其我去那个家 真的是很好玩 是这个爸爸呢 是我们的天主教的 就是一个爵士 所以他很热情地 邀请我们去他家看 那他说 我半年在台湾 我半年在美国 这是我二媳妇 我二儿子的家这样子 我看到全家的照片 才看到他的大媳妇 原来就是我的学姐 然后后来我就晚上 就碰到他的这一个 他的这个媳妇 跟他的这个儿子 他跟我说 我说你们家 怎么像旅馆一样 这么的干净 他说那就是一种习惯 那就是一种习惯 就是一种生活 所以说其实就刚刚讲的 旅游过程当中 你可以体验到 别人的生活的部分 好 所以呢旅游生活 当然就是五感 我们常刚提到的 所以他们两位 跟我们分享到 这么棒的东西 包含传统的东西 包含文化 当地人的交流 地方的饮食 还有艺术历史 这些东西 变成了一个 地域的魅力 跟故事文化 所以两个讲起来 我相信各位刚刚听到 一定觉得一犹未尽 一定觉得说 这个时间实在太少了 是不是 还有更多的机会 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他们讲到是 真的是 生命当中 历程当中 旅游结合了 他们本身的 底层的一种 累积的部分 这样子 所以呢 我就分享一个说 像我们花莲 很多人到花莲去旅游 都说 东部很好 有太陆哥 那只是一个所谓的景致 大家知道 原住民的文化当中 那我这几年 也帮原住民做了很多 有关于农业方面的 友善耕作 还有一些所谓 相关的创业的 推广的部分 那各位看到 这就是一个马滩 大家都常去这个地方 那体验一个 所谓的生态的 一个所谓的工法 那如何 我们所谓的 做出一个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 养鱼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类似一个 续养的地方 让大鱼也住进来 小鱼也住进来 但是最后 透过你的捞捕的方式 只留下了 这个所谓的 这个 大家看到 这个建构的方式 然后呢 这个我自己也去体验 我记得的时候 我在那边住了三天 那我就觉得说 啊 怎么样来做这个东西 好 做这样的东西出来 然后呢 让整个鱼 在里面生活之后 那最后呢 你捞捕下来 就是大鱼 小鱼他自然而然就放走了 这样 因为大鱼就无法出去了 那尤其更好玩的件事情是 早期原住民是没有玩 那他们怎么样吃东西呢 所以他叫我们说 哎 老师 不好意思 用槟榔叶自己做 自己做这些碗 做不好的话 就不要吃了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 我们就做了这样的部分来 那我说 那你们以前没有锅子啊 那你们怎么样煮汤啊 他说 很简单啊 这是什么 石头 我把它加热 加热完了之后呢 我丢进去里面 这个汤滚了 鱼也熟了这样子 像这种的生活 说实在话 你们如果没有去体验的话 你还能想象过去 当我们没有这些 所谓的锅碗瓢盆的时候 我们怎么过生活 所以其实这样的体验 也是让你去了解到 过去原住民的文化的部分 所以呢 其实像我现在 常在推广台湾的 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两位刚刚也讲得非常好 像台湾现在很多的体验 像我自己本身 也常在推广台湾的 这个农村旅游的部分 也许我就会像刚刚 叶宜小姐讲的 我六月也要到法国去 因为我们要帮农会 去了解法国的 乡村旅游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最近 在推台湾的旅游 就包含了 产地的旅游 就是刚刚讲的 食材采购的部分 其实两位都讲得很好 你看他们到了当地 就是要了解市场 其实我现在也是一样 我就是像 我在二月过年的时候 去泰国 我也跑去泰国的市场去看 我住的民宿 跟他也是一样 我也找了一个 有厨房的 可以烹调的部分 我的学员常问我说 老师你会做菜吗 我觉得你好像 说一口好菜 我说我会做菜 但是没有做给你吃 因为我以前很爱挑剔 所以我爸妈说 你有本事 就做给我吃这样子 所以我没想到 我后来就要参旅系 所以我经常 跟一些民俗在学 那就后来自己 也常来做菜的部分 然后乡镇建学 然后海岛建学 跟来乡下住一晚 所以其实都是在推广 一种所谓的旅游跟生活 跟文化结合在一起 把你日常的生活 能够让别人能够去了解 所以其实纵观 刚刚两位达人 所讲到的部分 其实我必须要说实在话 真的 在旅游过程当中 你会爱上当地的土地 陈鲁刚叶宜人小姐 所提到的 就是 我们都知道 他刚提到 他对京都的喜爱 我每次听到他来讲京都 他眼睛都放亮起来 然后一直要跟人家分享 有关于这些所谓的 有关于在京都 他所经历的一些生活 他寻找的这个房子过程当中 爱上土地跟生活的那些人 这就是我们旅游 最终的一个目的 然后把它带进到 我们的生活当中 把美好活在日常 然后再试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